各位好,欢迎来到飞行骑同学的频道 本期的摄影好物推荐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手里的这一款 百事越S6P监视器 在它的产品说明书上有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 就是说到它是5.5寸4K触屏3DLUT摄影监视器 没有错,就是这么长 但基本上把这款监视器的特点都给讲完了 本期视频我就想和大家从两个方面来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我为什么需要一款监视器 第二,这款监视器在实际的使用场景里 会带来怎么样的表现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请给我一键三连 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从一个加能用户转型成为索尼用户 当我拿到这个相机的时候 我真是被它的屏幕给震惊了,太糟糕了 以至于我在约拍的时候,很多客妹经常问我 为什么我拍的照片在屏幕上看起来这么的难看 我要一再的解释说是屏幕的问题 我那个时候就巴不得有一块好的屏幕 能够给他们来看 年末的时候,我想开始运营我的视频频道 但是我的R3它没有翻转屏 所以我就不能确定我现在的屏幕到底有一个怎么样的构图 所以在这两件事上,我就觉得我需要一个监视器来做我的辅助屏幕 叫我能够在约拍的时候,大概会更顺一点 甚至在我拍视频的时候,可能也不用录很多很多次的开场白 录很多很多次的开场白 第二部分就是它的实际使用体验 由于现在还是疫情期间 所以没有办法去约到一个模特能够来进行实拍展示 那这一点就先暂停等我日后更新 第二方面就是 当我真正的把这块监视器放在我的相机上 当作一个Vlog机器的时候 我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的简单 它真的很重很重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装备 把它放在相机热血上的时候 如果我看屏幕而不看镜头 可能拍出来的画面也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要上网买了一个陈文坚的魔术手臂 把它搭载了相机的左侧 大家来看一看效果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它只能是当我在家里录视频的时候 当作一个辅助的屏幕 并没有想象中那种能够带出去拍Vlog的感觉 因为真的要很锻炼奇灵币 我还想从其他的几个方面 就是刚才讲到的第一点就是它有触摸屏 第二点它有3D LUT 第三就是它最近更新的两个点 一个是HDR 还有一个就是它支持矢量图的观看 所以大家来跟我一起继续玩下看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4个特点 第一就是它的5.5寸的屏幕 我觉得它真是非常的小巧轻便 比我的手机甚至还要小 所以带出去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第二就是它的4K 意思就是可以支持机内录制4K画面的输出 但通常情况下我拍4K的画面比较少 所以用的机会不是很多 第三就是触屏功能 我们可以通过双击屏幕来唤醒整个菜单 并且它的UI也是非常的直观和简洁 分别有曝光辅助栏和聚焦构图栏 支持LUT 并且有显示设置以及系统设置 包括最下面一栏还有几个快捷功能 大家可以自行设置 在曝光辅助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设置维采 也可以设置帮马线 值得一提的是直方图 波形图 实量图和HDR 在最新升级的系统里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位置的选择 可以选择将直方图的RGB直方图设定位置在 九宫格的任意栏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右下方 然后可以把波形图放在右上方 打开RGB波形图 甚至我们可以打开实量图进行开启 选择将它放在中间位置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设定好了 肩看的时候就非常方便我们来把控画面 曝光辅助的最后一项是HDR功能 值得注意的 这也是在最新升级的系统里面才会有的 在老版本里面大家可能会找不到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HLG或者PQ 在聚焦与构图里面 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功能 有单摄显示 分值聚焦 中心标记 以及构图辅助线 网格线和音频表 通常我会将音频表打开 并且我会打开构图辅助线 选择2.35比1 这样子就可以拍一些类似微电影的画面 第三部分就是LUT的设置 这款坚实器它也可以进行LUT的导入 这样子在拍Slog的视频的时候 我就可以预先进行一些风格化的调整 可以知道我后期将会处理成什么样的一个视频 并且厂家也很贴心的赠送了一个U盘 在U盘里面也预存了很多LUT 我们可以通过OTG的转接线将U盘插入 然后通过底下的USB接口 将我们的U盘连接到监视器上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U盘 来导入这些的LUT 我觉得这一个功能也是非常的实用 最后要来说一说这个L型支架 厂家很贴心的在这里增加了一个冷靴的接口 可以搭载其他的配件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它这个阻尼真的是非常的松 而且有一些的廉价感 并且我很希望厂家在后续的产品里面 能够多增加一个四分之一的接口 这样子我能够通过我的温牛云台 将我的监视器搭载在下面 而不需要通过边侧来进行搭载 第二就是要说一下它的屏幕亮度 我想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天台 这次我们测试一下百事鱼S6P 它在户外光照强度下 屏幕亮度能够带来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吧 好了各位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用S6P进行监看的画面 现在是没有遮光照的情况下 肉眼看上去其实还是OK的 现在刚好有一朵云把太阳给遮住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遮光照和屏幕实际的对比画面 好了本期的教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您耐心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